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本名为《音乐奇迹工厂》 我将在二十多分钟内向您解释其中的精华 音乐天才所接受的独奏教育 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音乐教育 更是一种社会化的过程 谈到音乐天才 你也许会想起莫扎特 他四岁就开始创作 五岁时便开始寻回表演 七岁时创作首部交响乐 十岁时就开始为奥地利皇室演奏 十一岁时创作首支携奏曲 十二首歌剧 天才这两个字 简直就是为莫扎特而生 如果说莫扎特是一个有天赋的孩子 那顶尖的小提琴演奏会 就是一个音乐奇迹的制造者 在那儿 每个孩子都被称为天才 在音乐方面 他们表现出了令人惊叹的才华 因此 问题在于 为何一般充斥着音乐天才 而最后却只有少数人成名 并获得成功 在回答之前 我们首先要讲一个在舞台上发生的真正的戏剧 这个故事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 一家著名的音乐厅内 一场国际小提琴比赛正在进行 俄罗斯的安娜塔西亚名列第六 她的演奏来自十九世纪的一首小提琴协奏曲 安娜和伴奏老师试了一下 然后在钢琴师还没有来得及演奏之前 就已经开始了热情的演奏 很明显 安娜做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 那就是她并没有按照比赛规则来弹奏 但是 安娜即兴表演 她的表演风格独特 充满了跌宕起伏和紧张感 立刻就引起了全场的注意 表演完毕 全场掌声雷动 所有人都对这位天赋异禀的小提琴手表示钦佩 然而 她的表演 却引来了众多评委的强烈反对 有评委更是直接说 她的小提琴之路已经走到尽头了 果然 她很快就被国内的小提琴界给排挤了 音乐家的音乐天赋 不是最主要的东西吗 一个优秀的音乐人都要被淘汰 那她能走到哪一步 又是怎么做到的 这些问题引发了一位 伊莎贝拉·瓦格纳的社会学家的反思 伊莎贝拉·瓦格纳的独奏音乐教学有许多优点 首先 她拥有专业的音乐背景 并取得了一个音乐硕士学位 在法国的一所音乐学校执教 同时还教授了一门钢琴课 在音乐界有着广泛的人脉 这让她有了近百名独奏生 独奏大师 伴奏者 音乐会组织者和指挥的机会 其次 她还拥有社会学博士学位 目前担任华沙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 在法国社会科学院担任资深研究员 社会学的身份背景 让她可以从人群和社会行为的角度 去发现真正的独奏 精英 经过数年的研究 作者在本书中展现了一个真正的音乐天 才是怎样被培养出来的 他们所接受的特殊的教育 是如何运作的 又是如何复杂的 他们要经过什么阶段 才能成长和出名 可以说 在阅读本书之后 我们将会更加深入地了解音乐天才和顶尖的独奏音乐人 要说到独奏教学 小提琴可以说是整个音乐界最严格的艺术教育了 也是最能代表音乐人才培养的人 本书从小提琴独奏教学的角度 阐述了如何塑造小提琴独奏者 它把独奏生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我们称之为儿童期 在此阶段 父母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他们不仅要指导和鼓励年轻的儿童练习钢琴 还要在儿童练习时充当他们和教师之间的桥梁 第二个时期 我们称之为青少年时期 随着年龄的增长 进入了青春期 他们会叛逆 会想要摆脱父母的控制 也会担心自己的前途 他们和大师的交流更加频繁 他们和大师之间的关系 也更加活跃和完善 第三步 我们称之为职业前期 此时的读者和学生 在技巧 个性等方面逐渐成熟 成为具有舞台表演能力的青年小提琴手 他们往往离开了大师的圈子 真正地投身到了音乐领域 寻求专业的表演 并且努力获得成功 首先 让我们从儿童期开始 大多数的独奏生 在四至六岁时就开始学习独奏 一个八岁以上的小孩 在起步阶段就已经失败了 这是因为 小提琴是一种很难掌握的乐器 它需要身体的柔韧性和灵活性 人的骨头会随着年纪的增加 而变得越来越坚硬 这对锻炼是不利的 一般来说 越是年纪大的人 将来成为高水准的 可能性就会越小 此外 从娃娃抓起 独奏生的家世也很重要 毕竟 如果不是父母下定决心 要将小提琴作为自己的事业 他们也不会在这条艰难的道路上走下去 这里面包含了父母对子女的热切期望 也包含了他们在子女事业上的雄心壮志 在本书中 作者将父母分成三种类型 新手父母 及不懂小提琴的父母 一是专业的父母 他们知道一些 但是并不是很清楚 第三种是音乐家的父母 他们是最有经验的 也是最不擅长音乐的人 在独一无二的班级 音乐家 父母 或者是从事与音乐有关的工作的父母 往往是最主要的 我们不能断定 一个学生的家庭 和他的音乐爱好是一样的 不过 要知道 出生于音乐世家的子女 接触音乐的机会更大 父母的关系也更好 让他们更容易进入艺术殿堂 有巴赫 有贝多芬 有莫扎特 有帕克尼尼 他们家里都有一位与音乐有关的角色 在小学一期的阅读教学中 父母扮演着重要角色 既要负担高昂的教学经费 还要充当儿童与教师的重要桥梁 父母一方面要肯定教师的教学计划 另一方面还要照顾好子女 为子女的阅读和教育做出很大的牺牲 因为在最初的五年中 大部分的家庭都是在进行独奏教育 父母都会陪着自己的孩子去学校 比如莫扎特 他的父亲是一位宫廷音乐家 如果不是他的父亲 也不会有莫扎特这样的天才 因此莫扎特的音乐生涯中有一句著名的谚语 我不想要天才的孩子 但我想要的是他们的父母 一般情况下 在经历了数年的特殊教育后 父母和音乐教师都认为自己的孩子 在恋爱方面的能力很强 就可以进入更高级的精英独奏课程 如果一个小孩更早地加入到精英的行列 他就有更大的机会成为一名独奏者 能够被选入到这个班级的没有一个是普通人 在自己的地盘上 他们都被称为天才 也就是说 如果他不是一个天赋异禀的人 那么他根本就没有资格参加一个演奏会 所以在一般人的眼中 天才就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存在 但在小提琴方面 天赋只是独奏乐手的必备条件 天才这个称号一旦打上了 就再也没有人能够将其从这个称号中剥离出来 这就是所谓的天才 后来他们接受了职业教育的特别照顾 所谓的特别关照 就是在以后的学习中 他们的练习频率会越来越高 一个小孩子 用残忍来形容他小时候的练习 一点都不过分 研究人员注意到 在独奏圈子中 三至五岁儿童一天要花一个半小时 六岁儿童则要花三个小时 七、八岁的孩子 一般都要花四五个钟头来练习 每一个天才都离不开他的勤奋 莫扎特就是这么说的 我一天练习八个小时 可是大家都说 我的努力都是天才 在第一个阶段 最困难的一件事 就是让年轻的小孩 继续做那些单调乏味的独奏 众所周知 在小提琴演奏的早期 小提琴发出的声音很难听 就像是在剧木头 在这种情况下 父母再次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他们会为孩子们做一些事情 并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来让他们在枯燥乏味的训练中 寻找快乐的源泉 在这一点上 出生于音乐家的子女 拥有更多的优势 他们可以经常听到那些成功音乐家的故事 并且可以跟随音乐家 父母一起到世界各地看音乐会 这些亲眼所见 不仅可以拓宽他们的音乐视野 还可以激发他们继续追求自己的音乐理想 比起新手和专业人士的子女 半途而废的可能性要低得多 经过长时间的练习 孩子对古琴有了很强的依赖性 就可以和琴和为一 形成一种肌肉记忆 只有这样 他们才能更好地完成这一步 当然 对于那些上小学时 就上过读奏课的孩子来说 他们在演奏乐器方面 所能获得的成就是截然不同的 这不仅仅表现在对小提琴的熟练程度上 更关键的是 这个班的主人所拥有的社交网络 及小提琴的社交圈 很显然 就算是在最初的时候 小提琴也显示出了这个圈子 本身所具有的复杂和社交性质 四 五岁就开始学钢琴 想要进入哪个圈子 就必须要有自己的人脉 儿童还很年轻 没有意识到自己生命的中心 他们基本上处在一个 被父母和教师包围的封闭的音乐世界中 在这种情况下 父母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他们的关系最好 自然能看出最适合自己的人 接着 现在 我们要说的是青春期的第二个阶段 在此期间 父母依然是子女最大的财政支持 他们会为子女提供各种不同的音乐教育 确保了读者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 但随着读者的成长 他们与父母的关系也越来越疏远 他们既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尊重自己 也希望自己能够早日独立 特殊的青少年面对着许多的挑战 从生理角度来说 他们的胳膊会变长 手指也会变粗 同时 他们所用的小提琴也要变得更大 他们必须要适应这种改变 因为他们的情感在某种程度上是熟练的 所以会遇到一些困难 同时 由于长时间的练习 他们很难接受正规的教学 一些学生甚至被迫放弃正规的学习 这就意味着 他们要在小提琴的道路上有所成就 不然将来的生活将会受到很大的挑战 哪怕是在天才 面对青春的时候 也会有迷茫 访黄 挣扎的时候 在这种困难时期 学生会显然更加倚重他们的老师 因为大师会决定 谁用更好的小提琴 谁有资格参加重大的音乐竞赛 谁能得到特殊的待遇 因此 学生和学生之间的关系 是决定他们是否能够冲出重围的关键 很明显 即便是在一群天赋一柄的班级中 教师也有自己喜欢的人 那么 大师们怎样从最优秀的人中 选拔出最优秀的人 在读奏教学中 大师对读奏生的要求非常苛刻 一般都会有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就是熟练掌握小提琴 第二条是在态度方面 学生要无条件地 听从教师的指示 并按照教师的指示去做 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候 大师才有时间练习 有时 大师要在全球各地演出 进行个人表演 学生们必须要习惯于 频繁的地域变动 第三层次是人格层次 每一位大师 都想培养出一个有个性的弟子 但同时也不想 让他们过于有个性 从而很难遵守规则 因此 每位读奏生 都必须在信心与服从之间 寻求平衡 大师们会根据这些因素 对被选中的明星学员 进行最好的筛选 同时也会对他们 进行更多的关注 比如请更好的伴奏 或者找更多的专业经纪人 在这一阶段 大师将与他最喜爱的弟子们 进行积极的协作 这就好比是一家公司 要把艺人捧起来 大师在各地奔波 将更多的时间和努力 都放在了自己心目中的 新星身上 让他们在未来的事业上 有一个更好的发展 这些被导师看中的明星学员 比一般的学员 都要早一步踏上音乐之路 明星学员一活起来 大师在音乐界的地位 就会水涨船高 大师级的学员 实际上是互补的 明星学员是大师的招牌 大师是明星学员 是专业人士的引路人 现在 我们要说的是第三步 这是一个职业前期 第三个阶段 独立学习的学生 在技巧上更上一层楼 在二年级也有机会上台表演 他们的社会技能也有所提高 有些聪明的读书人 在不同的演唱会上 都掌握了自己的人脉 这让他们拥有了更多的自主 从对师父的依赖 到对师父的依赖 在这一时期 他们从一个腼腆的年轻人 成长为一个自信的小提琴手 并以自己的名字 正式踏上了自己的音乐之路 并努力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 让自己大放一彩 虽然他们和大师的联系 越来越少 但他们还是将大师 当成了自己的导师 当人们遇到音乐之路上的迷茫时 他们首先要向大师讨教 有时候 在一些重要的音乐节上 他们还会请一些大师来听 智者深知 如果没有老师的帮助 他们也不可能有现在的成就 尽管大师已经不会再教导他们了 但大师依然拥有广阔的关系网 和强大的声音 大师依然是他们的招牌 而且 他们已经很久很久以前就认识到了 在国内知名的国际音乐大赛中 有不少都是大师的弟子 虽然许多获奖者都是内定的 但是年轻的小提琴家 还是乐于参与到世界各地的大型赛事中去 因为表演的机会越多 他们的知名度也就越高 更多的时候 被音乐经纪人找到 和中国大陆 许多有影响力的才艺大赛一样 每一届的选秀 都会产生一两位有影响的名人 另外 参与大赛的另一项福利是 在参与之后 他们将有机会与主办方 赞助商 伴奏师等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这种活动可以扩大他们的关系网 像美纽音木特这样的知名小提琴手 都没有参加过国际大赛 因为他们有一个好的赞助人 可以让他们不用再浪费时间和精力 在台上和别人比 当一个年轻的小提琴演奏家 踏上国际舞台时 他必须与各种不同的音乐家打好关系 比如演唱会的赞助商 音乐经纪人 指挥家 钢琴伴奏 这是他们在独奏界长期保持影响力的唯一途径 从一个少年到青年 从小提琴 再到大提琴 再到世界级的独奏大师 这已经是非常罕见的事情了 他们必须有很好的耐性和坚持不懈的精神 能够承受十多年的严格 而有独一无二的训练 并且要有一种随时都可以随时去找主人的心态 他们必须具有很强的应变能力 能够在多变的表演环境 和不固定的工作速度下进行调整 他们必须要有良好的社会交往能力 知道如何自我推销 而且要有良好的外表 他们必须有出色的表演能力 来让观众记住 在这个充满激情的乐坛 他们还需要有很好的精神和体力 他们要突破重重阻碍 最终蜕变成真正的高手 如果说 当一个小提琴演奏家 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那其他没有登上巅峰的人又该如何 作者们发现 他们不是在学习小提琴 就是去当小提琴老师 去找乐师 也不是去学小提琴 除非是完全丧失了对小提琴的自信 否则没几个人会走上这条道路 因为一旦踏上这条道路 十数年的苦练就会付诸东流 好了 今天的话题就到此结束 让我们回头看一看 我们今天讨论的主要内容 首先 我们谈到儿童时期的独奏教学 在此阶段 独奏生的生命重心 基本集中在一个由父母 教师构成的封闭空间 父母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他们要为自己的子女支付高昂的学费 也要鼓励年轻的弟子 努力练习 因为他们的孩子还很年轻 所以他们 也是他们和老师的交流桥梁 他们当中 有新人 家长 专家 音乐家 父母 他们是最有优势的 他们知道怎样去教育 激发他们的兴趣 为他们提供最好的阅读环境 其次 我们谈到青少年时期的 独一无二的教育 在此阶段 从幼小的情童 逐渐成长为 有自我意识的青少年 他们与父母 在教育方法上出现了分歧 同时 青少年生理上的改变 对前途的担忧与困惑 让他们越来越倚重师父 并与师父 建立起一种亲密的师生关系 期望能被师父看中 在这一阶段 他将有机会走上独奏舞台 最后 我们谈到了职业生涯的特殊性 在这个时期 这个独一无二的学生 已经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小提琴手 他们的音乐天赋和人脉都很好 他们从大师中走出来 以自己的名字 正是踏上了音乐独奏的道路 他们可以通过以前积累的人脉 来拓展自己的音乐市场 或者通过各种国际性的竞赛 来提升自己的声望 增加被音乐经纪人注意的机会 他们一踏上国际舞台 就必须知道 如何与不同类型的音乐家 打成一片 比如赞助商 伴奏者 指挥家等等 这样才能保证他们在小提琴界的地位 长胜不衰 从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出 在音乐独奏界 一个人要想获得成功 必须要有天赋 我希望 光有天赋还不够 光靠机械的努力就不行了 一个成功的独奏者 和一般的独奏演奏者的不同之处 还在于他们的情商 他们的社交能力 他们的眼界 他们的音乐运作方式 一位顶尖的小提琴演奏家 其成功并非一种偶然因素 而是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他们不但将自己的天赋 发挥到了最大 而且还表现出了一个 复杂的社会化的过程